香港睽違已久的男子偶像團體Miro 宏觀演唱會第四場演出發生重大意外 舞台上的巨型螢幕突然掉落 砸中正在表演的舞者 根據香港媒體的報導 至少造成五人受傷 其中一名舞者阿茂傷勢嚴重 除了腦出血之外還傷及頸椎 可能導致永久性的傷害 因為我們現在都等一間救護隊 請大委員開門 請觀眾乾脆離開 我是花姐 我們已經遇到意外 我很想你們給我們處理好一件事 你們慢慢停開場 我求求你們 很感謝你們對Miro支持 Miro十二子2018年從選秀節目出道 去年在港大爆紅 今年唱進紅磡體育館 展開一連十二場的演唱會 沒想到卻意外不斷 中彩排時就傳出有舞者受傷 首場開唱 AK在升降舞台上跳舞 舞台疑似機關卡卡大力晃動 AK重心不穩差點跌落 十二子在天橋上唱歌的時候 天橋卻不斷搖晃 空中花道舞台的高低差距太大 也讓在上面又唱又跳的成員們 險些跌倒 粉絲們看的險象還身 連署要求主辦單位取消天橋 升降舞台等橋段 來到第二場 Frankie在台上講話 沒有注意到舞台邊界 直接摔下去 隨後他也PO照向粉絲報平安 沒想到第四場巨型螢幕直接掉落 造成重大演唱會事故 經濟公司也宣布取消 接下來的八場演唱會 受傷舞者阿夢女友Soul Chin 所屬的女子團體COLOR 也暫停活動 藝人前輩古天樂 陳奕迅 鄭秀文等 也紛紛發文 獻上祝福 祈求傷者 早日康復 一時的訴訟 各方面都給你 大夫海 自助 哲 我 監睛